身穿红色比赛服的联合队和四川队 在大雨中争夺女子驱棍球的冠军 比赛的第一节第三分钟 联合队的梁美玉门前一记回马枪式的射门 攻破了四川队的球门 十分钟后 四川队的何江新大力远射 被联合队门将挡下 黄海燕补射为四川队扳平了比分 四川队是上届天津全运会的女区冠军 他们志在未免 小组赛他们曾与联合队交过手 1比2高负 决赛四川队给国家队组成的联合队 制造了很大压力 第二节四川队后场传球失误 得球的彭杨失射 联合队2比1领先 第三节结束前 联合队右路突破至四川队底线 把球传向门前中加齐破门 第四节联合队把领先继续扩大 他们先是挑船 随后长船 刘梦单刀建功 最终联合队4比1战胜四川队 获得本届全运会女区冠军 这场球我们就是大家打得非常积极 然后从防守能看出来 我们打得非常好 然后我就是挺高兴地能赢赛这场比赛 然后我觉得四川队也打得非常好 整个场面的控制也比较好 也比较成熟这个队伍 这样的话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帮助挺大的 我们也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一些东西 联合队然后组建拿到冠军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当然四川队因为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压力 然后最后顶下来了 也是就是大家都是值得鼓励的吧